这个是海南民菜的 就是我们琼海那边加鸡鸭 家家夫妇到过年一定煮这套 感谢鸭 那个汤呢 剩下的你去煮饭 鸭饭 鸭饭在市场上很少看得到 我们琼海人比较喜欢做饭团 那个饭煮好的时候 把它碾成一粒球一粒球这样 饭团这样子吃 我就觉得更好吃 我们在鸡鸭饭 给你吃的鸡鸭 那里放在鸡鸭 别再说放在鸡鸭 六六六就可以放在鸡鸭 白雀鸭 就是说翻鸭 水煮的 不常见 但是我们琼海人都会煮 还没有下窝之前 我会准备冲头 蒜米 浆中烂烂它 放在它肚子里面 然后我就会把它绑一绑它 我小时候跟我母亲倦 用碳煮 要取佛 一直要控制佛 但是小时候的味道全部跑出来了 哈哈哈 翻鸭呢 那么它的肉质也比较软 很好吃的那个鸭 那个汤呢 剩下的你去煮饭 鸭饭 鸭饭在市场上很少看得到 除了我去海南岛 就比较容易 放一点斑鸭叶 比较香那个饭 我们琼海人 比较喜欢做饭团 那个饭煮好的时候 把它碾成一粒粥一粒粥 饭团这样子吃 我就觉得更加清确更好吃 这个是海南名菜的 就是我们琼海那边加鸡鸭 家家库库到过年一定组这套 感谢鸭 我住乡下的时候有种毛瓜 我挖盐里面采回来就有得煮的了 把鸭剩下的汤 那个毛瓜放进去 毛瓜汤给它慢慢滚 他男人呢 这个男的很多都会吓煮的 他就旁边帮忙 当你煮的事物出来的时候 吃的时候每个人笑笑 是不是每个人都开心 煮的人也开心 整家人都开心了 我盯着你 那我希望你来更多前行 这aden团想我 对我们下来的 帮忙 感谢观看